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丹建華 歡迎收看禮拜時的臺灣生活新聞 中央18日開放第20幾疫苗疫苗 意欲的明台 因為北部已經新聞 提醒民眾主席第三支議員 但是台中市政府表示 原本向中央申請5萬支莫德納 因為減量只剩2萬支 以後21日前就會主料 因此第20幾暫時沒有開放莫德納 建議民眾該煮BNT才是個端的疫苗 民眾在主席站等下煮疫苗 中央18日開放第20幾疫苗 22日煮文北台 因為北部疫情嚴重 讓民眾主席的需求增加 不過第20幾在台中刷毛莫德納疫苗 這個禮拜我們現在盤點 我們還有14萬左右的莫德納 可是以我們一天打大概4、5萬劑的莫德納 大概這個禮拜就會打完 所以我們有再跟中央來申請 可是我們申請5萬劑 那中央告訴我們 他們只能給我們1、2萬劑左右 那也因此中央表示說 他們現在的莫德納也沒有什麼存貨了 所以也因此 這個是第20輪 下一輪可能會發生的情形 台中市政府原本跟中央申請5萬多的莫德納 不過中央可以提供2萬多 微信局高層 在19幾的北台跟10大人住社站的需求之後 已經問莫德納給第20幾的民眾來注文 莫德納跟BNT它是同一種研發方式 也因此呢 陳部長建議說 如果說莫德納打不到的話 希望大家改選BNT 希望大家改選BNT 不過我們還是要替民眾發聲一下 因為既然中央本來說都可以打得到 那現在有臨時缺貨的情形 是不是建議趕快再怎麼樣的調波 那否則的話大家會有一點點失望 也會有一點影響到第三劑的施打 市府表示 台中市只有一禮拜 就足夠40萬多人 訴求非常大 市府也會繼續進出 建議中央金百月苗 提心民眾的保護欄 記者庭委員台中 蔡芳博德